四年前一直就有在關注的十位作家 就是在IG上面會分享一些文字的帳號 然後來問他們說 如果要你推薦一本書 你會推薦哪一本好書 喔 超喜歡他 每一年出的那個書我都看過了 但是我沒有搶到他的那個 他自己手工包的那一本書 我覺得有點可憐 哈囉大家 今天的影片主題很特別 我想要來私訊我從三四年前一直就有在關注的十位作家 就是在IG上面會分享一些文字的帳號 像是不朽啊 月琴啊這些的 想要來問他們說 如果要你推薦一本書 你會推薦哪一本好書這樣子 但是因為我的本帳 比較不會追蹤非朋友類型的 所以我希望他們還是會回我 第一個就從望玉珍開始好了 哈囉 你好 我是從三四年前 哈囉 你好 我是從三四年前就開始關注你文章的小小粉絲 前睡前的超級久 想請你推薦一本好書 不知道你會和粉絲分享哪一本呢 期待你的回覆 有法羅有法羅 登 第二位我們來 私訊月琴 月琴她是我 大概在高中的時候 然後 有去參加她的演講 我去參加她的 講座兩次 我想要找我之前發的那一篇文 然後 傳給她 就是這一篇 有看到嗎 這一篇 這是我第一次去她 講座拍的合照 然後把它印在那個拍立的上面 我要來傳給她 呵呵 你們看我之前還有 那個 就是有標過她 之前去講座有標過她的現實 哈囉 月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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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琴 期待你 的 回覆 好 我要去 轉傳我的那個 合照 你 配合我的 愛心 第三位是 洛亮 我很喜歡 很喜歡她的文章 我會一直想要一直看 一直想要一直看 期待 你的 回覆 下一位我要來私訊 Heater書 OK 我發好了 下一個 張希 應該很多人都喜歡她的文章 她有一次就有直播 然後是那種黑屏的直播 她的聲音超好聽 就是超適合去做那個Podcast 超喜歡她的聲音 期待 你的回覆 下一段 我要來 秘 微靠北 我發好訊息了 我要來秘 蘇李生 我跟你們說我超級喜歡她 我也很喜歡看她跟男友的互動 雖然她們都沒有就是真正的露臉過 但是只要看放上覺得超甜的 希望她會回我 我超愛她的 下一個是 我也很喜歡她 我也很喜歡她 上面的那個精選 我都就是全部看過一遍 耶 下一個是 溫如生 她無法接受我的訊息 對方不允許任何人傳送新的陌生訊息 超可惜 最後一位是 不朽 喔 超喜歡她 每一年出的那個書我都看過了 但是我沒有搶到她的那個 她自己手工包的那一本書 我覺得有點可惜 我要來發送訊息的 她的我打超級多 真的是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歡她 不管是她的文字啊 她的那個另外一個帳號 比較偏生活的帳號 她有分享她的手帳啊 或是她親手包的那個禮物啊 就是整個都超愛 而且她有 Youtube 她都把那個影片放得很有質感 超喜歡她的 OK 以上就是我 資訊的十位IG網紅作家 希望他們會看到這則訊息 很期待他們會推薦哪一本好書 那我們幾天後再來揭曉答案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到底有沒有作家回覆我的訊息 答案是 有 而且其中一位我還認識 總共有三位回覆我的訊息 第一位是 望玉珍 嗨 Gracie 推薦書籍嗎 想問是哪一種問題的 我有回她訊息 但可能我回她之後的訊息又被洗掉 所以她沒有特別在放我照著的訊息 她有回我文已經很開心了 第二位是 蘇伊聖 她回我蠻多的 她說 哈囉謝謝你喜歡我 我有一本非常喜歡 時常會拿起來讀的書 但已經 書版有些遲日了 她推薦的是這本書 過幾天會去圖書館借 最後一位就是 其實我認識的一位作家 因為她的那個本帳 她沒有露臉 她的頭貼就是肥 她就回我這段文字 不行太扯 現在有點好笑 其實我們認識 那時候我一看到 我整個太驚訝 我想說 天哪是誰 原來我這麼喜歡的一位作家 是我生活周到的人 她就用她的本帳來迷我 她其實是落良 太荒謬了吧 我也覺得超級荒謬 她覺得有幾本還不錯 她分享了三本 一個是不在他方 一個是我沒有談的那種戀愛 一個是寫給你的日記 我覺得這幾本 就是蠻吸引到我的 感覺是 很有情調那本書嘛 總之這幾本 我要過幾天會再去見 OK 以上就是 其中三位回覆我的訊息 我真的是很開心 當下我收到我真的是 超級驚喜 那這四本書也分享給你們 如果你們有喜歡的話 你們也可以去 借來看看 或是買來看看 真的很謝謝他們 願意和我分享他們的書 好嗎 好嗎